金价跌宕起伏 而这背后的故事又是什么呢? 菲尔卡尔来自金银俱乐部 菲尔,金价遇阻回落 现在已跌至两周来的低位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下跌呢? 如果来看一下黄金图表就能够发现 当前其交易在每盎司1277美元 较9月8号金价触及的年内高位 每盎司1357美元 下跌了6% 在很大程度上 这是由于市场预期 美联储将于12月份加息 美元反弹造成的 虽然今天黄金交易非常接近 9月份的低位 但其仍然看起来很不稳固 因为我们回到了位于 1278美元的关键支撑位 股市继续交易在近历史新高的水平 这消除了一些对黄金的需求 亿元政治影响也已逐渐消弭 所以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黄金在避险交易中被大量购买 至于说下一个关键价位 目前投资者正在等待新的美联储掌舵人提名 预计金价还会继续承压 市场对新主席会是鹰派的猜测 也加剧了这种下行压力 无疑这也对美元形成了支持 周一的时候总统特朗普告诉记者 他已经非常接近于决定 谁会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 如果是鹰派候选人 那么这将会让加息提速 美元升值 当然 这也使得美元计价的黄金 受到更大下行压力 我认为如果金价继续走低的话 下一个关键的支撑测试价位 会在1270美元 也是8月初的阻力位 9月底的支撑位 而一旦黄金下行跌破1270美元 其很有可能会重新回到 1250至1255美元的水平 这之后应该开始反弹 或者在这个价位进行短期盘整 因此如果跌破1270美元的 关键支撑位 黄金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跌 而如果能够反向上涨到 每盎司1290美元的话 我们就需要考虑 金价回升到1300美元 甚至突破1320美元的可能了 目前来说 黄金能够突破 这么多阻力位的可能性不大 而只有地缘政治危机加剧的情况 我们有机会看到 这种潜在攀升的可能 维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表示 该国以价值17亿美元的黄金储备 与德意志进行了一笔掉期交易 以获得12亿美元的贷款 这对维内瑞拉来说是好的举措吗 我建议维内瑞拉政府可以通过允许宣布 掉期交易失效 以谈判签订更好的协议 他们在此没有任何机动的空间 掉期合同到期的话 肯定会降低起黄金储备 创下近21年来的新低 还有这也肯定会削弱 该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现 斯蒂夫沃斯尼亚克坚信 黄金将会被比特币推翻 年对次有何看法 2017年无疑是加密货币的爆发年 就拿比特币来看 上周价格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超过了6000美元 比1月份的价格要翻了5倍多 大家都已经看到 世界各地的储户和投资者 涌向加密货币投资的热情 要比投资黄金这种稳定的 未必地缘政治风险的 辟邪货币要高很多 如果将年内黄金和比特币涨幅 进行比较的话 今年迄今为止 黄金上涨了11% 而比特币的涨幅超过了500% 不过作为辟邪货币 黄金总有一定的空间 这依然是一种非常有保障的 储存财富的手段 而虽然比特币今年确实有一些 令人难以置信的收益表现 它仍归属波动性极大的资产类别 只有它的人每天都能够看到 比特币价格大起大落 我们清晰地看到 8月底的时候 比特币在两周时间内 就从5000美元跌至3000美元 因此如果您是投资者 您需要明白实际情况 差不多每10年都会更替一个牛市 90年代是科技股繁荣期 2000年以后 黄金和白银交易兴起 而2017年无疑属于加密货币 感谢金银俱乐部的菲尔卡尔 所带来的一切分享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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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